很多癌友来接受我们的饮食症的时候 都常常一个概念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饿死癌细胞 我就不要吃营养的东西 我去饿它 那癌细胞是不是可以被饿死 那我跟大家分享 这是绝对不对的观念 癌细胞还没饿死 你自己饿死 对 我觉得你应该要做的是 你必须要做均衡的饮食 新闻幕后聊新闻 这里是由TVBS连历媒体所制播的 PACA节目 新闻幕后 我是Lulu 夏家路 在国庆晚会上 将会的演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哇 这癌症之后付出 大家都非常期待 他唱出来歌声 大家一定觉得 实在太厉害了 那没有想到这一阵子 其实跟癌症有关的新闻还不少 包含了方文玲 后来也才说 他跟将会是很好的姐妹涛嘛 原来呢 他有癌症 说是食道癌 然后还说呢 他因为这样子 就知道饮食很重要 那还有当然最近有一个 让大家觉得比较遗憾的 就是王建民 他的这个肺腺癌 我印象中是去年的新闻 算算其他抗癌的时间 大概不到一年 十个月左右 那就离开了 所以在最近 不管是在新闻上 或者大家在身边听到的 甚至自己有可能 或者是自己身边的家属 亲人有可能 是不是都觉得癌症期 离我们非常非常近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这个题目 然后先看看怎么聊 我觉得从营养来聊很好 因为我们得这些疾病 我觉得跟我们吃些什么有关 那如果真的今天生病了 那吃什么就很重要 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的是 营养师黄淑慧老师 来往现场 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黄淑慧 老师先让大家更认识你 是 你不止营养有关 而且你跟癌症有关 对 我大概十几年前 就参与了 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工作 那我们这个基金会 跟一般的基金会 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着重在对 癌有的饮食治疗 提供帮忙 我们的目的 其实就是针对 癌症的病患 它在治疗的过程里面 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你怎么样让它 有足够的体力 营养来对抗 这样的一个疾病 特别是你在治疗过程里面 常常不是只有杀坏细胞 你是连正常细胞都会杀掉 你怎么样能够撑出 这个很难熬的这一段阶段 饮食很重要 可是很多癌有是 不知道该怎么吃 没错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吃不下 我知道它很重要 可是我做不到 所以那时候十几年前 我们就是几个 志同道合的营养师 然后有一些医生们 我们就决定来 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大概服务癌 已经有十几年的阶段了 所以就是叫癌症关怀基金会 对就是癌症关怀基金会 所以我们的癌症关怀基金会 跟别的基金会比较不同的是 我们着重在 隐私治疗 隐私治疗 是是是 对我们除了医生之外 有很多是营养师的 专业被移生 对我们都是专业营养师 而且我们几乎所有的 在线上的营养师 都是非常自身的 太棒了 我觉得今天 请到了真的是专家来 说到营养师 你刚刚有提到说 有人得了癌症之后 觉得不知道吃怎么好 老实说 有些人得了癌症之后 就会想说 我以前到底是吃了什么 没有错 尤其是现在 真的大家都在外食 是 然后好了 就算我不在外食好了 有时候食安抱得出来东西 像早几年前是油嘛 每天大家吃 炒菜什么都一定要油嘛 你买回家油也有可能出问题 吃大家都很怕 对 所以我们先从 还没有发生之前来讲好了 如果是一个 健康的饮食概念的话 要吃得安心 最起码有一些原则 我们可以掌握 要不然大家就觉得 那离癌跟饮食这件事情 到底有哪些危险因子 是跟离癌是比较靠近的 当然来一开始 我们说 不同的癌症 的确基因是有关系的 所以如果家族里面 比如说像有家族的乳癌 家族的大肠肠 这个大概跟遗传上 的确是有关系 所以你如果家族里面 直性亲属里面有 这样子的病死的话 那你要特别去注意 这是第一个 撇开这个遗传 先天性的因子 我们不去看它的话 后天的因素 会影响我们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探讨的 绝大部分不外乎 你的生活环境 对 另外一个就是你的饮食生活 对 那生活环境就像我们现在 为什么肺癌的人那么多 就跟我们的空气 肺腺癌对不对 对 跟我们的空气 你说我都不抽烟 为什么我还会得肺腺癌 那基本上就是 本身空气就不够干净 宣布微粒空污 还有包括很多妈妈 炒菜油烟 你有没有避开 还有一个 本身在环境里面 工作的证 因为你知道我们 现在都是密闭空气 你的空调 你的那个空气清净机 你有没有把空气调整得好 其实这个都是外在的因素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才会发现 为什么近期的人 会罹患癌症的人 会那么多 跟我们常处在一个 慢性发炎的状态下 是有关的 事情也在跟朋友 讨论慢性发炎这件事情 对 也就是说让你的身体 一直处在一个 慢性发炎的状态之下 其实你的免疫系统 是不安定的 这跟压力有关 当然有 所以很多因素 都会导致你是处于 慢性发炎 比如说 你的长期的压力之下 导致你的睡眠品质不好 对 你的身体始终 没有好好的休息 这个也是处在一个 慢性发炎的状态 对 回到我们这边 是饮食的部分 你常常喜欢吃 手摇杯饮料 吃甜食 吃油炸的 吃高温烧烤的 这些饮食带进来的 都是自由基 就是不安定的化学物质 这些都会攻击 你的身体细胞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饮食生活 绝对不是一两天的 我们就是长期 下来生活形态 所以这种的 慢慢的处在 你的生活形态 周遭里面的变化 无形中 就会让身体产生一些 变异的基因在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 为什么会是你 老实说 有的时候回过头来 为什么不是我 假设我今天 我不是过健康的生活 我不是过均衡的饮食 当然我都会有机会 去把自己曝露在 危险的印制里面 当然我就有机会 得到癌症 所以像你是癌症关怀 一定是看过很多 各式各样的癌症病 真的摊开来 他们过去的生活习惯 发现确实 他们以前就是这样 就真的是这样 其实有很多 还有在我们跟我们 在咨询过程里面 都是这样子 我以前就是不知道 我以前就是山滩 老师在外 或者是有一顿 没一顿的 要不然就是大小盾 要不然就是 有时间吃再吃 没时间就算 就是这样子 你是把你自己的身体 当做一个机器 一直在操 对 你操弄得过头了 你身体受不了 当然就会抗疫 就会冒出 疾病的讯号给你 那回过头来 其实针对 面对癌症的时候 其实我们才会讲说 我们才会跟他讲 你不要再去想 你以前怎么样了 因为你就是已经生病了 你再去探讨 我过去怎么样 其实不用再去想那些 回过头来是 我现在开始 我要怎么样建立一个 比较好的 对我有益处的饮食生活 它是真的可以让我导正 让我的身体走向正向的 康复的 那个才是真的很重要 对 所以其实像我们在 对癌有做一些 胃教的饮食指导 其实我们都是有几个原则 包括第一个原则就是 你的情绪一定要好 吃饭的时候要开心 不是只有吃饭开心 时刻刻都要开心 你讲饮食原则 吃饭的时候不要看正顿节目 这倒是真的 吃的时候情绪都上来了 就是我们比较强的 就是说你一定要 有一个喜乐的心 你的心灵是要平和的 喜乐的心乃是良 没错 忧伤的灵慧的 吃不顾 所以你一定要 让自己的情绪是稳定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你要避风险 避风险 什么叫避风险 就像你刚才跟我们在讨论 你说每隔几年 我们就报一个食安 对不对 前一阵子来个油 然后这一阵子来个什么 苏丹红油 辣椒粉 辣椒粉 对 每隔几年就来报一个 那常常我们就是 自己不知不觉当中 就是中标了 就是吃到这些有毒的物质 所以第二 在我们是建议大救 你就是要分散风险 什么叫分散风险 你就是要常常变换 你的食物的种类 你要以天然的食物为主 就是尽量让自己 避开这些加工的东西 选食物 不选食品 这是我们建议的第二招 选食物不选食品 什么跟食物 什么叫食品 食物就是完全没有 加工的东西 我看得到它是什么东西 做着 什么是食品 我看不出来 它是什么东西做着 比如说 鱼丸你知道它是什么做的 鱼做的 哪种鱼 鱼板是鱼做的 鱼丸是 鱼肉做的 鱼肉做的 它只有鱼肉吗 对 为什么那个 鱼丸丢到地板上 会弹 爆浆鱼丸 对 就是一定它有添加 它有东西 对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会建议 你就避免那些不必要的 食品添加物进来 所以第二招就是 你要选食物不选食品 那第三就是 回归到你的日常生活 你怎么去分配 那大概我们会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大概就是 类似像我们有一个口号 就是彩虹饮食 彩虹 对就是让你每天的食物的 种类要多 种类越多 代表你吃进来的营养素 就是各不相同 就是我身体要的 都可以摄取得到 其实我们人就是有一个惰性 我们常常会陷于相同的模式 是不是因为我就喜欢吃这些 你跟口味可能就是偏好不一样 对 我常常在跟阿姨分享的时候 我常常说 你没有发觉你去买菜 再怎么买 永远就是 地瓜叶 白萝卜 胡萝卜 再怎么拉 就是那几样 我只会煮这几样 对 再怎么买那个鱼 还是就是那几样鱼 你就不会跳脱 所以大概我们就会比较建议说 你要跳脱 你要有个突破 你要尝试新鲜的东西 尝试你从来没有吃过的 蔬菜水果 或者是任何食物 只要你没有吃过的 你就去试 因为不同的食物都有相对的 它应该有的营养素 那这彩虹是怎么样 要黄色黄绿蓝电池这样子 对 的确是 因为我们的饮食 我常常说你们买菜一定是 绿色一定跑不掉 对对对 白色黑色一定跑不掉 可是红色黄色绿 黑色为什么 黑芝麻 黑木啊 黑香菇啊 黑香菇 红其菇啊 所以黑色你们会有 白色你们一定会有 白萝卜嘛 白洋葱嘛 像白饭 绿色也一定会有嘛 白饭应该不算 白饭不算 对 虽然我们想到 这大概你就是 这几个颜色会OK 可是你们一定会很少碰到 很刻意的 除了我刻意啦 我去找黄色的 我去找紫色的 我去找橙色的 黄色香蕉算吗 算啊 可是香蕉拨出来 就变白色 对啊 没错啊 OK啊 南瓜啊 玉米啊 甜椒啊 玉米笋啊 这黄色紫色 茄子啊 我只想到茄子 对不对 或者是甜菜 什么一个人叫紫甘版 有这种材料 对 紫甘版 对 就是类似这样 但问题是 你吃的频率多不多 很少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为什么会强调说 你要彩虹饮食 你多蔬果 种类越多 对你来讲就是越好 是 越安全 然后因为你种类越多 就有分散风险的概念 哦 我就不会一直吃相同的食物 是 我就不会一直曝露在危险里面 了解 我们刚刚讲到彩虹饮食嘛 就是红神黄越南面子这样子 那还有其他原则嘛 对 就是一个颜色多嘛 对对对 种类多嘛 那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量要吃到够 哦量要吃到够 对 我曾经遇到癌症病 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吃蔬菜 有啊有啊 然后老婆就在旁边吐吵 有 什么叫有 吃一口也叫有 嗯 他认为我有吃就叫做有 可是在我们营养师的角度 不是 你的所有 的身体需要的营养素 都有一定的既定的量 你要吃到那个量 你才能够启动你的身体的防御急转 这我就必须要讲 我自己看到的经验 就是因为我父亲呢 他得癌症 甚至好 好久以前在十几年前事情 那我母亲是一个非常专业的 护理人员的背景 所以他那时候照顾我爸爸 就是有这个观念 他就要他吃足够的量 然后他就常比我爸吃东西 没错 我每次看到我都觉得 妈呀 这怎么吃得下去 就是其实 不少耶 如果认真要吃起来 的确是 他常常把他就是 因为他是口颈癌嘛 对 所以要打成泥状了 对 我就想说 爸你也是辛苦了耶 真的 我说实话 他们是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照顾头颈癌 病人也是十几年 我一开始接触 就是癌症基金会 我进去我就是接触 头颈癌患者 对 他们的饮食真的跟一般的人 是完全不一样的 包括他的进食方式 吞咽方式 还有他们的需求量 都远大于一般的癌用 他们的需求量是很高的 所以你怎么样在他们那个 治疗甚至预后的过程里面 把那个体重拉起来 很不容易耶 对我们要非常非常认真的 就是会量体重 对 所以我才说我们的第三个 我们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一定要吃到够量 这个够量就是 你必须要针对你个人的需求 你要知道 我什么东西要必须吃到多少 我们比较在临床上面 碰到的患者就是 会常跟我们讲说 我没有食欲 对 非常常 而且这不只是癌症患者 像我父亲 当他就是抗癌过程已经走过了 对 他现在进入到就是老化 他就常常说就是不想吃 吃不下 然后一杯鲜奶或什么东西 放在眼前 他可以吃很久 超久 然后我妈就会生气这样 对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想办 因为我 他就是告诉你 他吃不下 你不能勉强他吃 对 所以我们只能想尽办法 像他能不能够在 小的体积里面 尽量把营养的密度 热量啊 蛋白质营养素的浓度拉高 对 我就说OK没关系 你真的吃不下 小半杯你帮我喝完 而这个小半杯 换算下来 搞不好你可能是一碗饭的热量 或者是一碗 蛋的热量 对 就类似这样 就是让他能够在小体积 把相对的 药的浓度都拉高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给患者 有这样的概念 你可能要在食物的选择上面 食物的烹调配搭上面 你要选择一些营养 比较高的食物 是是是是 要做配搭 所以我们 今天如果大家是看 这个YT的话会看到了 听Podcast 可能你也可以转去YT 稍微看一下 我们刚好今天就有准备了 像这样子 这种 就是大家常看到低基金 对不对 它这种就算是 你刚刚提到 这个是我很常用 我常会跟Io里面讲说 如果你真的食欲不好 我又怎么样能够在 相对的 季篮的范围之间 达到我要的 那么高的热量 或者高蛋白 因为 但我又吃不了这么多 你知道一般正常的 Io的话 一般正常人 我们建议的一般的 一餐的蛋白质的量 肉 豆蛋鱼啊 豆蛋鱼都类 大概一餐 大概是一个手掌心 那就够了 可是我换到一个Io来讲 他可能要吃到一个手掌 不是手掌心 就是 他就要更多哟 更多 为什么他就要更多 因为他需要量更高 因为他本身伤口的修复 他的热量的补充 还有他必须调整 他的免疫蛋白 就是免疫球蛋白 来抵抗这个疾病 他需要的营养素会远比 正常的人要高很多 所以他已经吃不下 他要吃的比一般正常 还要更多 对一般正常人 是一公斤体重 1到1.2 这个蛋白质 可是Io的话 是一公斤体重 1.2到1.5 你知道说 他那个量 其实是真的很大 所以往往我们在做 Io的饮食测的时候 他都会告诉我 老师我已经很努力吃了 要吃不够 就感觉我很努力吃那个 就感觉那个量 我还是吃不到 我都吐吐来了 我感觉我好难过 产生 所以我们常常会跟他讲说 那你就要善用一些 营养补充的 对 就是比如说 我需要蛋白质要高 那你就去选营养的补充 比如说像低基金 你刚刚讲说 像他这样的量 大概是 等于是多少的什么 我可以换算 我要这样子 这么少少的一点 可以等于什么 对 他这样一包 四瘦的一包 大概60cc左右 对对对 60cc里面 他大概含有 5公克的蛋白质 我们真正吃到一两肉 一两肉是多少 三根手指头 三根手指头 所以有一两肉 里面大概7公克的蛋白质 所以如果我把它做45的话 你可以加一杯的话 就将近快要给你一两肉的 三根手指头是它的宽度吗 就是一条培根 没有培根薄啊 培根薄 像这样的厚度 哦 要像这样的厚度 对 这样的厚度 所以相当于我们就说 吃一汤匙的鱼肉 或是吃一汤匙的鸡肉 等同 就是换算这样子 所以很多 如果你一餐要吃到三汤匙 一个手掌心大 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矮友来讲 他又要吃饭 他又要吃菜 我要吃蛋白质 我要均衡什么都要受去 他会感觉我根本吃不到 对 这时候我就会建议说 你用浓缩的方式 比如说 一颗蛋是一份 对对 那我打一包低鸡精 进去做蒸蛋 哦 那就变两份 哦 我这样子喝一口 喝掉的量 可能就是一颗蛋 对对对对 可是我把这个 加到我的鸡蛋里面去 我是不是一样 还是那一碗蒸蛋 对对对 可是我现在变成两份 这就叫浓缩作用 哦 所以他也可以在料理里头 再添加 当然 比如说我们 蒸娃娃菜 比如说娃娃菜 通常我们就烫青菜 也不用娃娃菜啦 烫任何的青菜 比如说我烫高丽菜 或者烫地瓜叶起来 我们就烫好了 我们就酱油膏淋上去 然后盐巴 对不对 可是我如果烫好了 我再把一包低鸡精进去 本来地瓜叶就是地瓜叶 它是没有蛋白质的 那这样子吃完之后 还要把盘子拿起来 湯喝一喝 对 或者是像有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妈妈会蒸冬瓜 你知道吗 冬瓜会僵尸蒸一蒸 然后上面拧一点酱 那蒸的时候 它会有水汁进去 我就先把低鸡精进去 我就一起蒸 那冬瓜就会吸附这个汤汁 你就会把这个蛋白质吃进去 你实际上有做过吗 吃起来有比较好吃吗 很好吃 真的 而且还烫吃 还有其实我常用 因为我常对头型癌的患者来讲 因为就像我跟你分享 像你爸爸可能 原本就是要流脂饮食 对 所以我常会跟他们说 你不要把什么东西 又打成糊的一撞 那个看到你就倒胃口 根本没有想吃 你知道吗 我常会跟他们讲说 家属们不要这么 弄得这样一锅 好像就看起来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我常会跟他讲 就是采用比较柔软的一些蔬菜 比如说南瓜 对 番茄 木耳这也是 菇类也都是很柔软的 你可以把它切得很细 然后你去熬粥 然后熬粥里面 比如说 我有帮他们设计一些饮食 比如说你可以吃一些鱼片粥 你也可以鸡肉粥 那你也可以吃像布拉奇海藻粥 你可以有意识风味的 我做过意识风味 那个罗宋汤型的 罗宋汤我一样给牛肉 但是我的牛肉是饺的牛肉 我把它炖熬 但是我一样熬这个粥的时候 我最后 我再加一份进去的话 蛋白质就多一份 好聪明 也就是说我一碗粥里面 我原本可能打一个蛋 或是一块鱼两份 我最后再加一包鸡精 就变三份 那我是不是就容易达到了 就容易达到我原本给你们的建议的量 所以对患者来讲 我一样是既有的体积 我没有多吃啊 因为还要告诉你 我吃不吃 那我就是既有的体积里面 我让它变成浓缩的做法 这样对他们的营养吸收是很好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低基金主要的成分 是氨基酸 跟我们在吃肉 其实不太一样 可是它也不就是鸡肉来的吗 对它是鸡肉来 但是因为它在它的 制作的过程里面 它是用一个密封高压状态 把里面的鸡肉的蛋白质 水解成为氨基酸 也就是说原本我口腔吃鸡肉 我应该是在我的胃里面 水解 磨 分解 送到小肠里面 小肠里面有一些消化酵素 再去帮你切 把大分子的蛋白质 切成小分子的氨基酸 可是今天我拉到食品工厂里面去 我拉到那个大的高压锅里面 那个高压锅替我做了这件事情 它就把蛋白质 先把它水解成为氨基酸 所以假设我今天喝这杯氨基酸进来的 我就不用经过我的胃 进入我的肠 我是直接吸收 所以对癌友来讲 它是不是营养需求 比正常可能要来的高 对 它的需要量是高的 吸收率也是快的 所以你只要给它最小的分子 它其实是马上吸收的 会远比我们这些吃原来的 那个大分子的蛋白质 吸收率又要高 我讲到这低筋筋 我记得古早时 对 阿嬷他们会自己去买鸡回来 用自己家的锅来煮 没错 那可能有人就说 老师你刚还不在讲 要食物不要食品吗 对 所以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买 整只鸡我看到那个食物 然后回来自己弄掉 低筋筋它的做法纯粹也是这样 它也是买一只鸡 以它的高压锅来的 但它不是一只鸡 它可能是好多只鸡 在它的高压锅里面 滴 其实都是一样 做法就跟我们家妈妈 以前早时代 他们自己用电锅 或是用炉子 下去慢慢滴的做法 其实一样 所以跟你讲的那个食品的概念 又不大一样 你讲的那就是加工食品 对 这个过程它纯粹就是 水蒸气高压去把它滴出来而已 它中间完全是无任何的添加物 好 所以做法是一样 可是在家里妈妈的做法是 滴的过程里面 油也滴出来 记不记得 如果像我们家妈妈滴滴 她用碗汤汁滴 滴的鸡汤的时候 你会发觉上面会浮一层油 那妈妈会做一件事情 那个碗公 我先拿到冰箱去 冰了 对 那上面油 我再把它刮掉 对不对 可是在食品工厂里面 他会帮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完 不用在家里这么累了 对 他就直接帮你把胆固醇 把油脂给滴掉 也就是说 我就是要它的蛋白质部分 脂肪的部分我就不需要了 因为对我来讲 饱和脂肪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的是它的蛋白质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肉类的部分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肉类 其实肉类 瘦肉类的部分 维生素B群的含量都会很高 所以有一些 当然有一些B群它是怕热 有一些B群是不怕热 也就是在这个蒸煮的过程里面 B群也同样会离不出来 所以你会 你如果有经验的话 你喝了低基金之后 你当下会感觉很有精神 有 这个我自己也有经验 因为我们家就是有喝低基金的习惯 其实我们家喝低基金习惯 我想想看最早应该是我怀孕的时候 不过那很久以前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品牌可以选择 现在我觉得真的很好 现在很多品牌可以选择 然后开始有这习惯之后 没有 孕期结束就结束了 但就是因为我父母亲后来都离癌 他们就会叫我帮他们去买 然后我就想说 帮你们买了 我自己也留一点吧 后来我发现 如果说我真的工作特别多的时候 可能要很早起来 或者说去跑步 要跑马拉松 喝这个有喝没喝有茶 当然 所以说我说来说 而且就看一包而已也没多少 但是因为它就是同时给你B群跟氨基酸 所以基本上氨基酸就补充你身体 所需要蛋白质那一块 B群它就供应了你身体能量的代谢 所需要的化学反应 也就是说它提供你足够的能量的释放 还有帮助你神经的传导 所以你会感觉 当下你是精神是恢复的 你就不会那么疲惫 所以其实对癌友来讲 这个变成是一个营养的补充品 有人问我说 那我自己滴不行吗 我说当然可以啊 你愿愿耗耗那个 如果你时间很多的话 你愿意耗时间去慢慢滴 而且我不知道滴要滴多久 十个小时 天哪 这么久啊 当然滴过 大概十多小时啊 对我们还得不停的去加水 要慢慢把它滴出来 然后滴完了之后 记得你要还得沥油 把油给沥掉 还有一个 你买什么鸡肉其实也有影响风味 如果我在自己家里买的话 今天我已经买到老母鸡 那个可能就不是很好喝 所以就变成 那营养有没有差 现在市售TG精 我就知道有黑鱼土鸡的这种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其他 有些可能是 有加一些别的东西 或有些他就没有特别强调 它是什么样的鸡 对 所以其实我会跟大家分享 你在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 你的来源一定要很明确 其实我们不管是任何东西 我们现在都一直给大家一个 味教的概念 就是你必须要有 产销履历的那个概念 也就是说你要知道 从产地 然后制造 从中间的运送 到我家的餐桌 整个过程是安全的 就是有身份证的低基金 对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大家 选择这类的产品的时候 你一定要选择 有身份证的低基金 产销履历 其实产品履历不是只有 选择这个东西 你去买蔬菜 买任何东西 我都会建议大家 你就是要去看 你选择有产销履历 它就是一个QR Code 是不是 我不知道大家没有扫过 我有一次就是 去试试看 到底导出来什么东西 基本上它就告诉你是 产地是从哪 它甚至连负责的 负责人的名字都秀给你看 还有一个批号 所以基本上就是 政府帮你把关了 从产地饲养 机场 到运作 到宰杀 到成品 到运送 到我身上 整个流程 它都帮你做把关了 所以基本上对我们来讲 就是提高一个安全的保障 我就免除了那些 所谓的食安风暴 带给我们的危险 就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我要知道 它的基资的来源 是什么样的来源 那就像我刚才跟你讲说 因为自己 我自己 其实我之前也递过低基金 因为我们家儿子 以前考试的时候 我就真的呢 我真的去买 考试哦 考大学年考的时候 对对 就是妈妈很有爱心 对啊 我真的去菜市场 就是买一只鸡啊 然后就低啊 你里面会再加一点 什么去调味 没有 单纯的鸡哦 土鸡跟肉鸡 还有老母鸡 你自己实验过 完全味道就是不同 真的不一样 你会发觉 土鸡的风味 是真的比较鲜甜 那个风味 就是真的比较好喝 那如果是老母鸡 你就会发觉 有一个辣味 就是有一个腥味 哦 有腥味 对有肉腥味 对对对 所以我发觉 你选择什么样的鸡汁的来源 其实也会关系到 这个成品 好不好吃 所以基本上 我们在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 其实我大概会注意几个啦 第一个 你就要选那个 有身份证的低级鸡 就是它有是产销履历 产销履历 被认证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选 那代表的就是安心嘛 对 对 就是安心嘛 另外一个就是 我要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鸡汁 因为我要知道它好不好喝 哦 土鸡本身的蛋白质含量是偏高的 那如果是肉鸡或是蛋鸡或是老母鸡 因为像蛋鸡它是负责下蛋的 所以基本上它的鸡肉的蛋白质含量就没有那么高 那老母鸡因为年纪大了 所以我才刚才会跟你讲说 我常常吃老母鸡的鸡汤 我都会感觉 有一点汤味 就是 讲老年人 老年人的味道 对 鸡也是 对对对 你就会发觉 真的比较好喝 真的是土鸡的 会比较好喝 所以当然我买这个东西 既然我要喝 我不但只是要有营养 我也希望它是吃的有好喝 而且其实如果回到我们刚才讲癌症患者的话呀 他们就是味道会 味觉会比较没那么灵敏 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你让它有一点味道比较好吃 当然好吃很多 它也会食欲比较好一些嘛 对 就像这个又岔开了 就像我常常会跟癌友说 你们一定要吃大量的蔬菜 因为不同的蔬菜给你不同的植化素 帮你去对抗癌症 包括抑制肿瘤细胞 包括诱导癌症细胞 走向正常的细胞的分化 包括抑制肿瘤 新生血管才不会转移 所以不同的蔬菜 不同的水果 你一定要吃到够量 这问题很多癌友他都会认为 蔬菜就没必要 粗粗的没有味道 根本是不下咽 我常常就会跟他说 用这个 用这个你来做 有点像淋酱汁的那个感觉 你就是发觉 它就会变得很好吃 对 所以这个是可以被使用的 我的意思是说 你就不要把它当作说 我就一定是要这样子喝 其实在食物的烹调上面 你可以有千变万滑 它不会因为热啊什么之类的 但我其实 它就是高压下来产生的东西 这些氨基酸是不怕热的 对 就不会因为热去破坏掉它的营养 不会不会 对 而且基本上它就是 它的密封包装的安全 都是很OK的 现在很多密封包装 其实就是常温你就可以喝 常温就可以 对 但我自己喜欢热一点点 我觉得热一点也更好喝 对 然后它热 我自己啊 其实我常常这么做 就是我的生活上 我就是有做一个杯子拿来 然后加热水嘛 然后把它泡下去 对 然后过五分钟就打开 是 超方便 真的啊 这是很 就是日常生活 这是很 就是很方便 随手可得的 对 对 补充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年人 他们的早餐 完完蛋白质都摄取不够 OK 好 比如说我会问说 阿嬷你有没有喝牛奶 不行 我喝牛奶会拉肚子 好 好多人都这样 好 你有没有喝豆浆 不行 我喝豆浆会脏气 哦 所以他怎么办 他就是燕麦品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燕麦营养 对对对 所以燕麦品就用热开水冲 这是他常常做的 然后因为还不够饱 所以他会吃一个地瓜 嗯 那我就问他说 阿嬷那你蛋白质 哦 我有吃一个蛋 哦 有得吃一个蛋 对对对 他认为OK了 可是我刚才不是讲了吗 事实上我们真的需要的 一个早餐 正常人是一个手掌 打是两份 你但那一颗蛋 其实还不够 不够 所以那你另外那一份怎么办 我就说那阿嬷 你帮我加热一杯滴鸡精来喝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 达到两份 你就比较容易 把你应该要的蛋白质 给拉到 我们不是说 它可以取代你的正餐 但是它是可以拉高 你的营养摄取的 有方式 哎 我有听到有一种说法 就是很多癌症患者啊 其实是被饿死的 有这种说法耶 有些人是 我很多癌友来接受 我们的饮食症患者 都常一个概念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饿死癌细胞 哦 他会认为说 我只要 我如果吃的愿营养 那是不是癌细胞 就是一样截取营养 他就吃的比我正常细胞好 他就 长大了 那我用办法就是 我是不是去饿他 我就不要吃营养的东西 我去饿他 那癌细胞是可以被饿死 那我跟大家分享 这是绝对不对的观念 癌细胞还没饿死 你自己已经饿死了 对因为我们身体正常的细胞 远大于你的肿瘤细胞 是 正常的细胞数远大于他 你应该是想办法养 我正常的细胞养大 嗯 我才能够去消灭癌细胞 是是是 所以你应该要做的是 你必须要做均衡的饮食 是 高的热量 高的蛋白质 把你的正常的细胞养起来 是 那反过来讲 癌细胞喜欢什么 嗯 癌细胞喜欢什么 我知道现在是糖是不是 这是因为他应该这么讲 不是说癌细胞喜欢吃糖 而是说因为糖 单糖 我现在讲的是单糖 有甜味的糖 嗯 因为糖在我们身体 要产生能量 他要先进行 所谓的糖解作用 那糖解作用完了之后呢 他进入另外一个 叫做柠檬酸循环的代谢途径 如果你的饮食 都是这种甜味的糖 那癌细胞会抓得很快 哦 因为他从葡萄糖变为 所谓的糖解作用 变为柠檬酸 这个过程 他的速度会比正常细胞要快 嗯 所以他会动作很快就去抓 那他就得到足够的流量 然后他就会长得很快 那反过来讲 如果我今天吃进来不是糖 我今天吃进来是淀粉 是多糖 就是我们讲的米饭 嗯 好 那他就没办法 癌细胞 因为你是大分子啊 癌细胞抓不到你 癌细胞就只好慢慢的等 等你这个大分子的淀粉 被水解成为释放出小分子 哎这时候 我的正常细胞 一样也可以利用它 哦 就不会是让癌细胞 先抢了 先抢了 接住先登了 所以像DT精度 你刚刚讲的氨基酸吗 当然蛋白质 这种都是属于 癌细胞比较没有办法 对不会去利用它的 它不会去利用它 对 它糖它是会直接利用 它直接抓它 就直接拿热量 那它当然就长很快 嗯 所以我为什么大家讲说 癌细胞喜欢吃糖 最主要是 它利用它来产生能量的速度 会比正常的细胞来的快 所以我就不要给你机会 所以一开始我们可以讲说 如果你真的要预防癌症 其实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讲说 精致糖你一定要减少 嗯 过一下介糖生活吧 嗯 我讲的糖是米之布的糖 就是那个放在嘴巴会甜的糖 OK 尽量减少 什么都要吃糖 吃甜啊 嗯 高饼类啦 饮料也不用 一定要加糖嘛 对 但是你正常的碰巧 你说我红烧要加糖 我常常说 那个是根本没有关系 你也加不了多少糖 OK 对反而是一杯的时候 杯饮料 那个影响才是真的 红烧也在吃一块肉 两块肉 对啊 而且是一锅 全家人吃 你能够吃到多少 对 没有不会影响 当然 所以有些人是过于不急 对对对 哇吓得都不敢碰 那其实我感觉也不需要 那像我们家小孩 每次要喝手 要饮吃甜的那些 我就说不要吃什么 他就说 我又没有很常吃 怎样叫常 对什么叫常 你的频率是多久 对对对 常常很多病人也会跟我说 偶尔吃一吃 我常常笑 你的偶尔是多少 如果我的定义 麦当劳是一年一次 你认为呢 小朋友 不要说小朋友了 我这个大朋友也没有办法 对啊 所以就是变成我们的频率 是到底定义在哪里 所以我们才会说 尽量减糖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 一个明确的告诉你 OKOK 但是就是你的日常生活里面 就是尽量减少接触这种精致的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高温的啦 烧烤的啦 好这一类的油炸的 这些都尽量避开 其实会让人 好吃的都不要吃 其实也不会啊 其实也不会你知道 均衡 对啦 精致精很好喝啦 对耶 你也可以弄得很好喝 对对对对 所以我常常就说 你怎么样去做 所谓的营养的补充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第一个你要选择安心 对对对对对 第二个你营养价值要够 正好符合我要的嘛 对对对 那第三个就是你一定要好吃嘛 是是 你是有好的风味 那我可以感觉 诶 我是享受人生 我不是好像在不要一样 对对对真的 对 真的你只不要把它当做 好像就是做功课 你要我想到 现在喝 当然这个是很好喝 第一件有 以前早期喝那玻璃罐的那个 那个就是有 其实那个有 之前他们的那种制造过程 他们有焦糖化 哦 所以那个味道 对 他们又会那个比较 其实现在这个过来的 我们现在最近的这些 低基金 基本上 他们都没有再做任何的添加 有一些 当然市面上有一些 还会额外有一些添加 比如说会添加枸杞 对对对 添加什么西洋参啊 毒气啊 可是因为就主要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 都不尽相同 不尽得每个人都适用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 如果你没有把握 我现在是什么体质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是虚的 我现在是燥热的 我没有把握 那我会建议就不要买添加的 OK 就单纯就是氨基酸就好 我知道它就是氨基酸 我知道它就是B群 是 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 来补足我的不够 这样子就够了 我觉得今天这一集 含金量超高的 大家听了应该是没有收获 谢谢 所以你当然最好 就是预防剩余治疗 对 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重新盘整 怎么样能够吃的健康 是 如果真的 已经得了癌症了 或身边有人有得癌症的 是 正在化疗的 正在让自己 就是重新养身体的 对 怎么样做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集 真的好重要 对 如果我想有需要更多资讯的话 其实就可以像老师 你刚刚在讲 癌症关怀 癌症关怀 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影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癌类别 可以在饮食上面 给一些饮食方 如果有需要的 甚至你们就是直接打电话 来报名我们的饮食专班 是 我们有线上的班 然后有一对一的班 我们有团体班 都有 依照每个人的需求 我们都会尽量帮忙 为各位服务 最简单就是官网上面去找 官网去找就有了 对对对 甚至我们有很多食谱 也会供应大家 对对对 低基金食谱这样 有身份证的低基金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不单只是癌友 不单只是癌友 不单只是癌友 我要想要讲一下就是不同的生命期需求量都是不一样 没错没错 就像你刚才讲说你在怀孕的过程里面 我们家媳妇怀孕的时候我也是 我到末期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 因为到末期胎儿成长是最快的 对 这时候你的蛋白质要给的到位 刀口上就给他 真的不要给妈妈 不用给妈妈 真的不用给妈妈 你不用给我吃面包 对 你要等于是给胎儿长肌肉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低基金就是给 对 另外一个就是他喂母奶的那一个阶段 因为母奶就是直接乳汁就是给婴儿 所以也一样 你一样就是直接给氨基酸 就是给胎儿 这个是所以不同生命期需求不同 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肌扫症的患者 对 对肌扫症 因为年纪越大流失 我们要讲那个是无法避免的 你年纪到了 你的心神代谢速率就是这样 你的肌肉的流失量就是比别人快 那怎么办 你就要补的更多 所以你想要让预防你自己 你看很多老年人走路就是会这样子 是 会摇晃会感觉没有力气 那我们就是日常生活饮食 那也一样啊 他会告诉你 我牙口不好 你现在会咬鸡腿 我要咬到 你在吃牛肉牛排 根本吞都吞不下 不太可能 这时候怎么办 善用这些营养 对 我觉得我今天跟老师聊 我自己就突然有很多灵感 可以处理我们家的问题 因为不同的老人 我们像好几位老人 不同的老人像不同状况 对 不同的生命期 就是我们讲说不同的生命期 你的需求不同 我把我们家老人家 全部都卖了 我婆婆 她最近因为 换了新的假牙 就不好咬 说到这个 你讲到新的假牙 然后我们已经在想说 她什么东西可以吃 我今天做完这一集 我就想说这个 滴滴滴 然后给她煮粥 是 我跟她们讲 讲到新的假牙 我才讲到 我们现在女儿小时候 嚼正牙齿 嚼正牙齿 每个她不是一个月 就要拉一次线吗 每次拿完线隔天 她就没办法吃东西 我觉得煮粥 她煮粥那时候怎么办 煮粥就感觉 我怕她蛋白质不够 加这个也可以 对对对 突然冒出好多灵感 反正只是想说 癌症之后的 这个饮食照顾 发现 其实她就是很方便 很多方面都用得上 像学生也是一样 像我女儿那时候 国考 她要考 那个医师制造 国考 然后她就是 我都在家 她不出去吃 我说你不行 你在家里都不吃饭 怎么办 我说你别担心 我就买地基金给她 然后买一盒蛋 她自己买一盒蛋 她就想到的时候 就是下面条 下面条是打一颗蛋 可是她的汤面的 那个汤汁 就用地基金去弄 她就两包地基金下去 就是一锅鸡汤 厉害厉害厉害 她就打个蛋 下个面 她就OK了 她感觉 这样子我就可以 这很方便 太好了 我觉得今天这集 大家听的 一定是很有帮助的 再次谢谢老师 不客气 谢谢 希望幕后聊新闻 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我们节目每个礼拜 二五更新上架 现在各大平台 都可以听得到 喜欢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聊新闻 欢迎订阅分享 并且在Apple Podcast 或Spotify跟母性评价 我们现在也有粉专 有IG 所以有任何想法 也都欢迎回馈给我们 同时也欢迎 如果有广告商 合作都可以跟我们联络 联络方式 在节目资讯栏里 拜拜 拜拜